C.T.R.I.T. G.A.T.R. L.A.T.R. 最近多了人的斷食 斷食有多像用了燃这个雪温 calor 你的嗆咐会明昧很多 你的视觉会好很多 人会变得鸿着 断食要留意些什么呢 周围断食但是行一个极端方法 变成一个其实长时间低加努力的食物 就会产生严重的酸酸中毒 相比起一个卡路里控制的饮食来说 断食法减方效用没有太大的差别 有些人断食为了减肥 认为会健康一些 究竟断食会为我们身体带来什么影响 又有没有人优呢 今集会为大家逐一拆解 阿Wing读大学的时候 身边的穆斯林朋友需要在齋介月断食 令到他第一次接触断食这个概念 但是他其后真正实行间歇性断食 是受到身边的同事所影响 因为我们公司是健身公司 我们很多同事都很迷健身 很漂亮 要身体很漂亮 他们也有做断食 那时候五二我试了两次 逢星期二和星期五 我试了四天 保持到500个卡路里的食物 例如吃番薯 要煮炸蛋 或者喝黑咖啡 但是阿Wing认为五二段食法 对于他来说很难辞之以恒地实行 那些食材 炒一碟 例如五花腩加一些泡菜 而且很难衡量鸡卡路里 你经常要我这样计算 我又觉得很麻烦 吃很多白杂的食物 没有油的食物 其实我的皮肤会很干 我经常很均匀 很不舒服 前一天真的吃得太快 第二天你就会很想吃炸鸡 这是最邪恶的东西 虽然五二段食法失败了 但注重身形和健康的阿Wing 在几年前开始尝试 另一种限时段食 十六八段食法 它的好处就是 你八个小时内 你可以吃任何的东西 又不用算卡路里那些 我早上煮了蛋和番薯 回到公司九点钟 我才开始吃东西 在五点之前就吃了晚餐 然后我就乘搭车回去 就会上一些运动的学习 2017年10月 看重就由58 一直减到50多 最主要是个人轻巧了 精神一点 直至2018年9月 因为准备要拖BB 所以阿Wing暂停了断食 在怀孕期间 他发现幻想任神堂尿 给了阿Wing一个很大的警号 加上他不满意 生完BB之后的身形 所以他在今年3月开始 再次实行十六八段食 人费有人甚堂尿 代表你比一般的女士 更容易患有糖尿病 生完 你看到自己这么大份 这么胖 你都很自卑 很想保持好一点 给自己自信 所以我才进行断食和做运动 要了解断食 首先要知道进食之后 会对细胞产生什么变化 我们细胞的热量来源主要有 葡萄糖和油尼滋风酸两种 在进食后头两至三个小时 会消化、分解碳水化合物 以提供即时的葡萄糖 在第三个小时后 积聚在肌肉和肝脏的肝糖源 会直接分解成葡萄糖 这两个阶段的葡萄糖 能够维持大约8至10个小时 当空腹第10至12个小时 脂肪细胞就会释放脂肪酸和甘油 脂肪酸除了会直接作为热量的原材料 也可以在肝脏转化为同体提供能量 当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空腹长时间 我们身体上的新能代謝变化 最主要是由依赖葡萄糖进入依赖同体 细胞就会进入一个 好像我们以前比较原始的社会 当不够食的时候 细胞就会进入一个战斗状态 它们会有很多新能代謝和变化 是令到细胞的传绘能力高一点 抗炎、抗衰老、抗丢疗的能力会提升 断食是指超过12个小时没有进食 处于空腹的状态 大致可以分为隔日、周期和限时这三种方式 隔日断食是指一日吃、第二日不吃 最为人熟悉的周期断食有五二法 是指一个星期有五日正常饮食 但有两日只是摄取正常的四分之一 即是大约500到600卡路里 而限时断食包括168断食 即是一日24个小时 只是8个小时进食 其余16个小时处于空腹状态 断食主要针对长寿、健康、美态这三个目的 周振忠表示断食有正面影响 但并不是万能妙方 针对了我们很多长期慢食 这个长期效应就是可能会令到我们 肥胖的人会减肥 第二型糖尼病人对胰肚素的运用更好 血糖更好、血压更好、血脂紋乱更好 脂肪肝更好 至于断食会否令到你更加长寿 少了癌症的机会 少了中方、少了心脏病 不可能在那几个月可以解答到 我觉得这个课题 没什么可能在短时间可以解答到 因为设计临床的研究是很大困难 而且很难做到 营养师就指出外国一些大型实验发现 间歇性断食相比其他减轻体重的方法 效果并没有明显差异 2017年美国医学会又刊登过一篇文章 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混聚了100个超重的人士 将他们分了三个group 其中第一组用的是隔日断食 第二组就是实行一个能量赤脂的饮食 消耗的东西要比我们吃下肚多 到第三组就是一种control group 即他们没有特别去做任何饮食上的改变 经过了一年之后发现 间歇性断食那组和能量赤脂的组都有跌绑 但他们这两组减绑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异 血压、三酸根油脂、胸腹的血糖、胰肚素 两组都有改善 但幅度不明显 但有一点很值得提的就是 发现到进行断食的这一组人 相比实行控制卡路里这一组的话 流失率高10% 换句话说 这个断食法是比较难以长期去实行 他也指竟断食除了要计算时数和卡路里的摄取量 有一点特别容易被人忽略就是食物质素 即是营养食得够不够均衡 水果、蔬菜这些一定要有 或者食物会否很缺铁 或者定期要吃一些心河鱼 去补一些奥米加3脂肪酸 有些女士他们为了减磅症是经常吃白肉 有可能会令到他们铁的吸收不足 有可能会导致有缺帖性的贫血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我们都需要配合 就不只是单单设定一个时间 在几个小时里吃东西 又或者只是製造能量赤字就足够了 不少人在尝试断食的初期 身体容易出现不良反应 究竟哪一类人士不适宜断食呢 小孩去化学时期 或者老人家太大年纪 我觉得没有任何身居觉得安全 怀孕暴雨小孩也是不好 或者极端体力劳定的人 他们很依赖 很快有很多碳塞化碑 日常工作也是不适合的 另外有很多腸胃疾病 或者你已经是第二型糖尿病 已经打烟肚酸 或者用一些药 是会造成血糖低 也是不适合的 如果在断食期间身体出现一些不良反应 都应该立即停止断食 否则严重会导致酮中毒 肚酸中毒可能细胞分解得太快 可能肺炎的流失 尿酸升得很高 急性痛风症 头发疏落脱落等等 发现自己心跳手震 或者飙汗 情绪又起伏 集中不到精神 甚至失眠 我都觉得他们不应该继续去执行 下一节回来 会有一位蔬果汁断食者 挑战60天的蔬果汁断食 究竟结果是怎样? 医生又怎样评价他的结果? Micky在三年前 体重曾经高达230磅 因为身体出现毛病 令到他想找方法去改善健康 本身我家有一个家族血压高的病史 也有看医生 因为你再不弄弄血压 就要吃药 你知道吃药 一吃就要赔一世了 第二个警号就是身体不知为什么 染了怪病 这个病叫做神经发炎 也像你睡觉 紧着一边手 但我是躲两天 四肢都是这样躲 是走不了直线的 在这个死亡的威胁下 我就会想一想 怎样可以保持自己健康一点 当时Micky看了一段纪录片 看到蔬果汁断食60天的成功个案 自己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试一试 结果成功减去50磅 但三年之后 体重已经回弹至206磅 所以她决定再次实行60天断食 Micky会亲自炸蔬果汁 而且每次都会准备好几天的份量 这个是西芹 雪梨和姜 这个清爽一点 平时你吃西芹 你一碟西芹炒鸡柳 你吃了多少就 三四块好吃 现在我们喝了五六磅 有些人吃齋也是这样 炸汁 首先要七三比例 紫椰菜 红菜头 然后加苹果 再加姜 这个出来就会紫色 不过香港肥胖医学会会长周振中认为 Micky实行的蔬果汁断食 其实并不属于断食 只不过是降低卡路里摄取量的代餐 吃东西应该分三方面去探讨 第一方面就是关于量的控制 热量的平衡加路里 吃少一点吃多一点 第二个部分 食物的成分的比例不同 比例通常是说 比如说多少成是所谓碳水化合物 多少成是脂肪或者加减蛋白质那些东西 第三种在探讨的是吃东西的行为 最主要指的是 有一天之中 或者一周之中 或者一段时间之中 有多少时间 是停留在空腹状态 有一些我们俗称叫辟谷型 或者用什么特别的 什么生菜 或者水果 什么减肥 那些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就不算是断食 营养师也担心 60天只是饮用蔬果汁 容易导致营养摄取不足够 蔬菜汁的纤维量比较高 有助我们排便 也有人说是一个细菌的效果 但是容易摄取过低的卡路里 令到我们肌肉流失 长远来说 是会很影响到我们新人代謝 但是相比 你吃一个新鲜水果 它的维他命 可能它已经氧化了 营养素 怎么也会有流失 这一天 Micky完成第六十日 蔬果汁断食 再次量体脂榜 应该可以了 就是减了十公斤 体脂由28.6 减到23.8 肌肉就是由64 减到61 这个是减了三公斤 身体的年龄 由50岁减到37岁 第一个阶段 其实也是一个适应期 还未进入状态 大概这十日 都是减了三磅 儿子八日燃 吃的那餐很丰富 一个体重 忽然间又升到209 细心減灭 209很快就减了12磅 去了197 他用了大概一个星期 身体的反应就出来了 会有些很容易累 头痛比较多 还有有时会手震 脚震 蹲得起身会有少少见头云 我估计三多天之后 其实这些感觉已经减退了 去到第四个阶段 身体已经适应了 可以支持 做多些运动 血压我自己来说 其实去到200磅以下 血压已经靚了 红线我的目标在这里 我估计我现在会继续努力 看能不能再去 至于医生又如何看 Micky这60日前后的身体变化呢 他最初来说 他的身体质量指数是超过30 属于极端肥胖 减了10公斤之后 他的身体密度指数 去到夜七 都是仍然肥的 他杀人这个方法 我认为时间下来 我觉得是必然的 但是三个月 六个月之后 会是怎样呢 差不多全部人 都是这样的 便宜反大辣 当他吃上餐的时候 他无论消化 吸收 或者自己伸出的方法 都会很快 希望拿回的热量 和储存那些脂肪 医生和营养师都建议 配合自己的生活作息 并且持之以行地实行 才是最有效 针对体重和健康的方法 用一个循序的渐进的方法 8和16 他开始的时候 不需要8、16 他可能12、12 然后10、14 然后8、16 可能用两、三星期的适应 配合运动 配合运动 效果更加高 如果想减一磅的脂肪 就要一个星期 减少摄取 大概3500卡路里 换句话说 一天减少摄取 500卡路里就可以了 只要制造到能量赤字 用哪一种饮食方法 都是会有效的 食欲者勇敢而看 食谷者智慧而考 食器者神明而受 不食者不死而失 中国在古时 已经有不少 关于辟谷的记载 用作养生保健 和长寿 如果是完整的记载 应该是装置的消耗 是最重要的 辟谷是55个杂量 通过其他的方法 取能量 来达到维持生命 和导致身体不安的情况 用来全身保健 养生 辟谷会以伏气作为基础 透过练功伏气 令到肺、皮、肾 产生中气 在辟谷的过程 一定要练功、伏气、中气 一旦产生之后 就可以滋养我们人体的五脏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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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 就可以达到温行气血 这些 调整我们身体的脏腹功能 可以排毒 如果遇到你肚饿的时候 就 吓口气 吞到肚里面 再吓口气 再吞到肚里面 然后再把肚拿来镇摇一下 辟谷除了伏气 亦都可以伏药 这里所指的药 并不是用来充饥 而是借助药效 就达到排毒保育的作用 服药不是用它来代替食物 食药的时候 一天食药 两粒、三粒是最多的 不是说是食药多 来把药等饭食 通常是 你把药放在口腔里面 然后呢 充分猪脚 然后再慢慢慢慢地吞下去 吞下去之后 整个消化道都会吸收到这些精华 根据不同的体质 会使用不同的中药 第一种就是捕鹰虚的 这个是密冬、天冬、树地、生地 捕血的 这个是红枣、杞子、生地、熟地 这个是黑豆 拌在一起都主要捕血的作用 这边就是用来排身体的失重 中医提醒 辟谷期间有机会出现 舌胎发口、口中发疾、口臭、小便黄族 没有大便或者大便稀难等等的情况 这些都是属于身体排毒的正常现象 建议在中医指导下进行 在节目完结之前 向大家推介一款金银羹 适合阴虚体质的人 有支阴阳颜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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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